第1741章《我叫下雨冰》 邪龙面色冰冷,瞳孔泛着丝丝缕缕的杀意 无论是自己,还是公子,都非眼前人可比 嘲讽自己也就算了,居然还敢嘲讽公子,找死不成 就在邪龙杀意勃发,就要将金龙弟子等五人随手拍死时 突然,哭,哭,竟风破空而来 在大多数人尚未反应过来时,以极快的速度 冲入邪龙与金龙弟子区域 邪龙目光微动,唇角勾起一抹冷笑 向着金龙弟子叙手一抓 那人如同提线木偶,身形纵略 直接向着邪龙这边冲来,临行半途 便与破空而来的近风,狠狠撞在一起 哭,只听了一声问响 金龙弟子如同被拍飞的皮球 整个人瞬间不见了踪影 原地只留下一个模样约在十四五岁 有着一头紫发,模样稚嫩 目光充满战意的少女 这少女不是人类,在她头顶 有着两个刚刚冒出头的龙角 把她衬托得格外可爱 宛如一个小恶魔 放肆,什么人 敢对堂堂金龙弟子四番动手 真是找死 因勾比的金娇弟子无钩 盯着紫发少女 声音冰冷 她浑然没有注意 身旁的三个同伴 以及围在不远处的大多数人 在看到紫发少女时 眼中都不可抑制地涌出恐惧的神情 就好像看到真正的恶魔 是她 该死,这个小恶魔怎么会来这里 以她的身份 还需要到灯笼台寻找机缘 开什么玩笑 人群突然传出低呼 一些藏身暗处的金龙弟子 毫不掩饰自己对紫发少女 深深的忌惮 我没对她出手 是她自己撞上来的 紫发少女声音清冷 转身看向无钩 你说我找死 怎么 你想跟我动手 少女长着一张可爱娇俏的小脸 正是花儿一样的年纪 但眼眸中却露出一丝与其模样年龄极不相符的胸抱之色 被那对紫色眸子注视 无钩只感觉 身体有些冰凉 说话都有些不利索 加之其他人的低呼 无钩也想到对方身份 更是不敢答话 乐乐了半天 也没说出一句话 哼 紫发少女冷笑 不再看无钩 那个人 好像是你故意抓来 让我撞到的 紫发少女望着邪龙 眼眸露出一丝战役 你很强 应该是个好对手 你不是我的对手 杰龙摇头 笑话 以他如今实力 放眼整个万龙巢 除了十三个老等寥寥十数人外 还真没谁能治得住他 羞为并非能决定一切 紫发少女自信道 望向邪龙的眼中 泛着浓郁的战役 真是一个疯丫头 杰龙皱眉 紫发少女身份不一般 明明只是六星祖神 却让其他金龙弟子对其忌惮极深 足以证明他的不凡 是哪个砸碎偷袭本龙 给老子滚出来 这时 远处传来一道气急败坏的声音 下一刻 一道金光从远处暴冲而来 金光蕴含着的无尽怒意 哪怕是相隔数百里 都能清晰感知 然而 不少人看向那金光时 并没有露出畏惧忌惮的神情 目光偏向紫发少女 眼中都带着几分戏血与古怪 紫发少女眼眸又冷 扫了眼 原本准备上前提醒四范的吴沟等人 吴沟等人连忙退后 不敢去看紫发少女 轰 金色流光 犹如一发炮弹 狠狠砸在紫发少女不远处 一脸怒容 头角蒸笼的四范 出现在所有人面前 与紫发少女的头角蒸笼不同 人家那是真正的龙角 四范头上的 却是两个骨包 明显是撞出来的 浑身衣衫破碎 手臂多处都有血迹 当看到四范那副凄惨狼狈模样时 龙族那些天才们 先是微微一愣 玄机表情古怪 很想笑 可四范冰冷的目光横扫而来 却让那些人连忙把笑容憋了回去 那憋着的表情 不要太美 但还是有人笑了 四范一脸怒容的转身 首先看到的是一个白衣青年 抱歉啊 第一次看到你这么搞笑的家伙 原谅我没忍住 你放心 如果我下次 我一定会忍住 白衣青年 也就是照放 一脸真诚道 四范拳头瞬间握起 眼眸喷火 呵呵听的 又一道笑声响起 四范都要疯了 猛的转身看去 却看到一名紫发少女 待看清少女面容时 四范微微一正 原本怒不可遏的表情 历时多了几分错愕复杂 但很快 又变成忌惮与隐忍 怎么 想跟我打一场 紫发少女戏谑道 哼 四范冷哼 连忙转身 不去看紫发少女 她冷冷盯着照放 该死的家伙 居然敢嘲笑本龙 本龙要跟你决斗 没兴趣 照放平静道 你 四范双目冲血 声音冰冷 这可由不得你 话落 四范就要动手 登龙台静止打斗 一道漠然且充满 浓郁压迫力的声音 透过四周震荡的虚空 清晰传入 所有龙族天才耳中 一时间 有不少龙族天才面色大变 四在这道声音内 感受到无尽压迫 一个个面色发白 连忙运转龙力抵挡 唯有一些实力精深的天才 能凭借着自身浑厚的实力 抵御声音中压迫 但脸色都不太好看 紫发少女略显轻松 四范 以及其他金龙弟子 都是额头见汗 有些力不从心 当然 还有两个例外 照放 邪龙 两人似是没听到这声音般 一脸的冷漠 淡然 这样古怪的一幕 惹得不少人频频看向 照放邪龙二人 就连紫发少女也不例外 一 居空中的声音 再度响起 带着一丝惊疑 灯龙台禁止争斗 各有违背者 本座会亲自击杀 望而等好自为之 现在 灯龙台开启 所有准备前往灯龙台弟子 做好准备 冷漠声音开口 四范文言 也知道如今无法报仇 只能狠狠地瞪了照放一眼 向着同伴走去 同时 紫发少女看向照放 笑了起来 你很有趣 我叫夏宇斌 劝你还是不要进入灯龙台为好 第1742章灯龙台 碧海青龙镇 少女说完 不等照放开口 便纵身一跃 中向当当开启的灯龙台 这小丫头典型的欠奏啊 杰龙男男 刚冲进灯龙台入口的 紫发少女夏宇斌 听到这话 玲瓏身躯微微一僵 回眸看了邪龙一眼 腊满是友好的脸上 正咬牙切齿盯着邪龙 四范等人看得是静若寒蝉 一个个性灾乐祸 敢对这样一个小魔女说话的 估计也就只有邪龙了 出来再找你算账 留下这句话 夏宇斌已然冲入灯龙台 消失不见 嗖嗖嗖嗖嗖的 同一时间 其他龙族天才们 一时隐身而动 涌入灯龙台 四范也不例外 在离开前 还特意扫了邪龙罩放一眼 眼中充满警告威胁的味道 卧槽 这家伙找死啊 其龙眼眸一冷 抬手一爪 就要拍向四范 哼 灯龙台禁止战斗 但内部感悟机缘 却是歌平手段 不禁杀戮 你们若是赶来 我四范必要你们狗命 四范声音冰冷 整个人化作一道金色流光 眨眼消失不见 四范这句话 连有丝毫掩饰 灯龙台外面的龙族天才们 都一脸同情地看着邪龙罩放二人 四范在龙族中 那可是出了名的心胸狭窄 被他盯上 绝对不是什么好事 公子 其龙看向赵放 一般而言 灯龙台是禁止人类进入 不过 公子手上有来自于苍龙的逆龙鳞 佩戴此物 可以安然进出灯龙台 嗯 赵放点头 取出一块血色龙鳞 贴在眉心 崩踢的 血色龙鳞一散出一道道血色波纹 笼罩赵放全身 下一刻 血色龙鳞眉入他的眉心 消失不见 赵放模样没有改变 只是提表多了一层血色龙鳞照 走吧 赵放平淡说道 嘿嘿 我一定会好好教训那个小丫头 还有那个小白痴 贴龙摸缩着拳头 眼中凶忙碧露 对于四范的威胁 以及下雨冰这个潜在威胁 贴龙都不放在心上 两道身影 迅速引入灯龙台 等到二人再度出现时 眼前是一片狂杀慢卷的蛮荒世界 整个世界的主基调 都呈现着阴森的色彩 那群家伙跑得这么快 一转眼竟然连个影子都没了 赵放举目四顾 茫茫世界 除了他跟邪龙外 再没有第三人 邪龙面色阴沉 咬牙道 公子 我们被算计了 这并不是真正的灯龙台 我们进入假的灯龙台了 赵放一正 却是笑了起来 我曾经来过灯龙台 内中的情景 并非这般 吉隆沈声道 青龙滚出来 我知道这是你搞的鬼 呜呼听的 狂风乌烟 席天卷地 整个世界 一片死寂 为人回答邪龙 这么多年不见 你还是喜欢藏头漏尾 吉隆冷笑 约过了六七秒 冷漠的声音响起 聂龙 果然是你 你居然还敢回来 就不怕阁老门治你的罪 呼听的 狂风木卷 卷起大量沙尘 形成一个超大号的龙卷风 龙卷风内 有龙 一头青色猙獰龙手 自龙卷风内探出 默然地看着邪龙照放 如果怕 就不会出现了 吉隆笑了起来 这么说来 你此次来万龙朝 是早有准备了 青色龙手盯着邪龙 声音极为忧冷 本龙能感觉到 你实力似乎提升不少 莫非 这就是你敢回来的资本 八星祖神 虽然强悍 但不要忘了 这里是圣地 是万龙朝 你以为凭你八星祖神实力 就能在万龙朝 搅风搅雨 本龙告诉你 这根本不可能 听完 邪龙猛笑一声 废话说完了 他看出赵放眼中的不耐 连有根青龙墨迹 默然道 那就来战吧 我也想看看 你这些年 有什么长进 脾气倒是跟以前一样 但想要跟我斗 提你还不够资格 青龙猛笑 够不够资格 可不是嘴巴说出来的 空 杰龙瞬间腾空略起 以奔雷之势 杀象旋风中的青涩龙手 不自量力 青龙不屑一笑 抬手打出亿万神光 与邪龙轰然碰撞在一起 顷刻间 恐怖进风席卷思念八方 方圆数百里内的地面 齐齐下陷 化作一片废墟 数百里内的一切生灵活物 都在力量波动扩散出的那一刻 寂灭归于虚无 唯有照放 依然覆手 平静如故 砰砰砰 杰龙与青龙的战斗 已然呈白热化趋势 双方厮杀的极为剧烈 就连原本对邪龙略有轻视的青龙 在见识到邪龙的真正力量后 也不敢大意 动用最强手段 避海青龙阵 一座法阵悄无声息开启 邪龙瞬间出现在一片茫茫大海之上 青龙丁 一条宛如微缩形青龙 散发着浓郁龙利与锋芒 这一看好像是一把青龙常见的青色大丁 凭空出现 邪龙 本龙承认 先前有些小瞧你了 没想到 你这头匿龙 竟在短短数千年 达到让本龙不得不认真对待的程度 能让本龙同时动用碧海青龙阵 以及青龙丁 你足以自傲了 青龙依旧高傲 声音中还透着掌控全局的自信 青龙丁 不就是一枚用匿名打造的龙雪丁 若非本龙在外漂泊多年 没有资源去蕴养龙雪丁 你觉得 凭你能对我产生威胁 吉龙声音平静 呵呵 这就是你的命 给本龙去死吧 青龙声音冰冷 碧海青龙阵 以及青龙丁的力量全部发动 强绝的力量 让邪龙都有些无力抵挡 只能眼睁睁看着龙雪丁 距离自己越来越近 邪龙啊 进入万龙潮的第一次雪耻之战 就这样结束 是不是不太好啊 布朗波涛的大海之上 凭空出现一道白衣身影 看着一脸颓败的邪龙 略有些摇头道 你是什么怎么进来的 青龙惊叫 眼中露出一丝震惊 您也是傻 明知道修为比不过对方 还硬听毛线 赵放训斥邪龙 邪龙则是躬身听着 宛如一个乖学生 这一幕 看得青龙惊恶不已 旋即 青龙面色阴沉 小兔崽子 居然敢无视本龙 给本龙去死 第1743章社会 我赵哥 人狠话不多 空 秋 愤怒的青龙 直接将攻击的目标 从邪龙转到赵放身上 尽管赵放只是六星祖神修为 可不知为何 在看到对方时 青龙总有一种 看不透对方的感觉 甚至 本能生出一丝忌惮 这种忌惮 就连青龙也感觉不可思议 放眼万龙潮 即便是十三格老 也只有那五位 超越祖神镜的超强存在 给过他这种感觉 所以 为了抹平内心的躁动 青龙率先杀向赵放 赵放转身 默然看向杀来的青龙 八阶上平法阵 八阶祖气 再加上一头九头祖神初七的神龙 这股力量 完全可以称雄祖神镜 但很可惜 你选错了对手 话落踢了 嘣 赵放大手一挥 轰轰轰踢的 整个碧海世界 突然剧烈震颤起来 那蔚蓝的天空 一望无际的大海 宛如在经历极恐怖的灾难 疯狂地摇晃着 喷喷喷 碧波炸裂 海水倒灌 整个碧波世界 似随时都会倾覆 怎么会这样 青龙吃惊的瞪大双眼 碧海青龙阵被迫 这还是他自从修炼成碧海青龙阵 第一次碰到 然而 灾难总是接踵而至 碧波摇晃阵的同时 以法阵之力凝聚的真龙之灵 体内力量失衡 分崩离析 瞬间归于虚无 青龙两大杀招中的 碧海青龙阵 瞬间被瓦解 不可能 青龙怒吼 难以相信 初始宇宙 碾压 照放面色冷漠 一直点向面成疯狂之色的青龙 随即 青龙感觉到不对劲 自己的速度 竟无声无息间减弱了许多 好像背着一座无形大山 无论他怎么努力 怎么拼命 都无法让速度加快 反而因为实力消耗加剧 原本可轻松背负的压迫感 如潮水般涌上他的心神 让他有肿进呼窒息的感觉 怎么会这样 青龙想不明白 傅 在青龙斗志大减同时 照放又是一直点出 顿有金芒宛如 金龙贴近青龙 下一瞬 实力强横 战力标柄的青龙 直接被傅龙所困住 无法动弹 傅龙所 青龙脸色难看 在他印象中 傅龙所一直是龙族强者 印龙苍龙兄弟所长 外人很难得到 照放的傅龙所是哪来的 但很快 他又被另一个难题难住 印龙苍龙的傅龙所 他曾经见过几次 也研究过一段时间 自信被束缚住 也能从龙脱身 可让他被太意外的是 这个傅龙所的威力 却比他研究的那根傅龙所威力 还要强上百倍 如果不是一样熟悉的气息 青龙都怀疑自己 是不是认错傅龙所了 可没有认错的话 这跟傅龙所怎么会这么强 青龙心念电闪 怎么也想不明白 他哪里知道 照放在得到傅龙所后 就找系统强化过 原本的傅龙所 能对付七星祖神以下的神龙 强化后的傅龙所 完全能捆住九星祖神 这家伙水啊 照放指着被捆成粽子的青龙 问道 原本还在挣扎的青龙 听到这话 眼泪都要流下来了 你连我是谁都不知道 就这样对我出手 这样真的好吗 点 然而 一旁的邪龙 却是一脸崇敬的看着照放 社会我赵哥 人狠话不多 没说几句话 就把自己这个难缠的对手 给解决了 公子 这家伙是青龙 灯龙台守护者 实力仅次于十三格老 在万龙巢 也算是个人物 其龙道 其实这家伙的实力 完全可以去申请成为候选格老 但他没这么做 一直守着灯龙台 这并非是他念旧 舍不得离开 是他对灯龙台另有图谋 一直在寻找祖龙机缘 想要一飞冲天 成为万龙巢第一强者 当年 我还只是金龙弟子时 入灯龙台得到一些好东西 但最终都被这家伙巧取豪夺 照放算是听明白了 原来两人是那个时候结的怨 邪龙 本龙没想到 你居然会联合外人 擅闯我万龙巢圣地 你知不知道你干的这些事 一旦被十三格老发现 那绝对是行神俱灭的重罪 金龙延生历斥 你快让这家伙放了本龙 本龙或可为你向十三格老求情 让你免去戴罪之身 否则 哼 就算十三格老 整个万龙巢都无法容我又如何 宇宙浩瀚 何处不可安身 吉龙冷笑 明顽不灵 金龙眼眸忧冷 但我还是要劝你 最好不要动本龙 一旦本龙气息消失 十三格老便会提前察觉 到时候 哼 金龙音笑两声 显得极为质得意满 邪龙脸色难看 没有想到这一层 这就是你最后的依仗 照放看着金龙 在对方金额目光中 摘星首线 直接将其捏爆 肉身神石 无意存留 彻底的行神俱灭 在生死前的一刻 金龙还是一脸震惊 此时无法相信 自己把利弊都说得这么清楚 照放还会杀自己 更没有想到 照放实力如此恐怖 单手便捏死自己 如同捏死一只蚂蚁 该死的家伙 这是青龙最后一道意念 充满了无尽的怨毒 丁 恭喜玩家斩杀领主及Boss青龙 获得九亿点经验值 九千万神力值 九千万超神技术练度 恭喜玩家 获得碧海青龙阵盘 恭喜玩家 获得青龙血脉 恭喜玩家 获得青龙钉 厄梯的 杰龙张着嘴 表情也有些错愕 公子 这杀得是不是太草率了 十三格老若是关注这里 我们想要带走暴龙 恐怕不容易 青龙血脉 我是势赛必得 而且 是这家伙找死 照放摇头 淡定道 木已成舟 多说无意 现在 我们兵分两路 我来阻拦格老 你去登龙台深处救人 只能这样了 杰龙点头 随着青龙生死 两人所在狂杀世界 如镜片寸寸崩碎 再度出现在两人面前的 是一个极具苍凉古老气息的茫茫群山 群山的入口 站着一道人影 正平静看着脱围而出的赵放邪龙二人 第1744章 祖龙一退 他怎么在这里 望着遥远山脉入口 那倒如山中精灵般的身影 邪龙表情古怪 话虽如此 赵放邪龙并没有掉头离开 继续前行 片刻 双方相距两千米 我等了你们好久 子发少女夏宇宾 笑容和煦的望着两人 如同多年未见的老友 邪龙眉头微皱 对夏宇宾突然的态度变化 有些不太适应 要知道 在外界时候 夏宇宾那可是非常骄傲蛮横的 就像是一个无人可以忤逆的公主 不过 仗着实力的缘故 邪龙对他也并没有太过在意 等我们 赵放笑了起来 准备打一架 夏宇宾露出异动之色 随即摇头 一正言辞道 我是来与你们合作的 合作 照放挑眉 不错 夏宇宾目光看向邪龙 我知道有一处地方 曾是祖龙一退之地 是灯龙牌中 最能获取大机缘的地方 既然知道 你知道去败 邪龙没好气 对于合作之类的事情 显得很是冷淡 祖龙一退之地 不同寻常 单凭我一人之力 很难闯到关键之地 所以 我需要合作者 我只要祖龙血脉 剩余的宝物 都可以让给你们 夏宇宾自信笑道 祖龙血脉 剩死一切宝物 想要合作也可以 祖龙血脉归我 其他宝物我可以拱手让给你 杰龙平静道 就算给你 你也取不走 夏宇宾摇头 如果我没猜错 你应该就是数千年前 外龙潮第一天才 拥有露面雪玲珑的龙城吧 你调查我 杰龙神情瞬间阴冷 呵呵 既然要选择合作者 当然要把对手都调查清楚 这是我的处食风格 还请勿怪 这一刻的夏宇宾 丝毫没有外界显露的霸道野蛮 宛如一只小狐狸 一对惊样的眼眸内 闪烁着狡黠之色 露灭雪玲珑 杀戮之龙 你的血脉 在整个万龙潮也算是上等 猎化祖龙血脉的成功率 应该有万分之一 我说的可对 哼 杰龙猛哼 默然盯着夏宇宾 就算让你炼化祖龙血脉 最终也会失败 不如成全我 让我这个欠你这个人情 待我成为新任龙皇后 可以特招你入阁老团 你觉得如何 不如何 杰龙油言不尽 刚要再说 照放挥手 上前走了两步 露灭雪玲珑炼化祖龙血脉 也只有万分之一的成功概率 我很好奇 你是什么血脉的神龙 有如此自信 就一定能炼化祖龙血脉 赵放目光灼灼 呵呵 想知道 那就跟人家合作 夏宇宾一副 吊住赵放邪龙胃口的模样 小脸满是醋侠的坏笑 没兴趣 我们走 赵放挥手 带着邪龙继续前行 夏宇宾小脸一僵 万没有想到 赵放这么不给面子 等他反应过来时 赵放邪龙二人 已然踏入山谷 喂 你还是不是人啊 一点好奇心都没有 夏宇宾冲着赵放被迎大叫 若是可以 我当然也想得到祖龙血脉 那可是万古宇宙诞生后的第一头真龙 有着通天彻地的能力 可惜 青龙已死 十三个老就要赶来 必须在这个节骨眼上 救出暴龙 赵放目光坚定 脚步没有丝毫犹豫 为踢个这样大好的机会 你们真要放弃吗 夏宇宾还没有放弃 在后面大叫道 两人根本不予理会 身形一晃 几个眨眼 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气死我了 夏宇宾气得直跺脚 地面可就糟了秧 在轰隆隆巨响中 一道又一道裂缝 突兀地出现 不行 绝对不能就这样放过他 夏宇宾咬牙 冷哼一声 向着赵放邪龙二人离去的位置追去 邪龙 按计划行事 你去吧 走出一段距离后 赵放说道 记住 你的主要任务 是救出暴龙 其他的 可以等到以后再算 是 杰龙点头 身形一晃 消失在了原地 片刻 休 有破空声响起 一道紫青色身影 瞬息而至 出现在赵放不远处 露出夏宇宾的身影 嗯 龙晨呢 夏宇宾出现后 便看向四周 寻找着邪龙的下落 他走了 赵放旦然 但他自己是情趣了 那个可恶的家伙 就这样不愿意帮我 夏宇宾颇为恼火 如果不是祖龙一退之地太过凶险 如果不是四范那些金龙弟子太弱 夏宇宾也不会想到与邪龙联手 可让他郁闷的是 邪龙对此 竟然一点想法都没有 自己都说得那么清楚 结果还是头也不回就走了 这让夏宇宾深深怀疑 邪龙到底是不是龙族 面对祖龙一退 这个族已让任何龙族为之癫狂的消息 他竟然无动于衷 莫然如常 简直不正常啊 那 那你留下来 是打算与我合作 我没时间 夏宇宾额头满是黑线 没时间你在这里瞎耽误什么 我等人 赵放副手 难难道 来得好快 嗯 夏宇宾一正 旋即 也像是感应到什么 叫脸微变 是九阁老的气息 他怎么会来登龙台 你是什么人 夏宇宾盯着赵放 目光伶俐 他就算反应再慢 也猜到 九阁老到来 定与赵放脱不开关系 再联想到赵放邪龙二人 明显比其他人晚了许久 才进入登龙台 而期间 他再也没有觉察到 登龙台守护着青龙的意识 想到这些 夏宇宾突然有种很不好的预感 九星祖神中期 比青龙强出不少 就是不知道 是不是召唤祖龙所需要血脉的神龙之一 赵放眯着眼 盯着远处 咻咻咻咻的 就在这时 气息加增 一道变成四道 四个九星祖神 赵放脸色微变 妈的 好狡诈的龙族 四个的话 我有些吃力 那就来游击战吧 赵放转身就走 九星祖神中期 任何一人 都比青龙要强出不少 赵放对付一个 或许没有压力 可若同时对付四个 赵放也会觉得头痛 第1745章太古星辰来人 更重要的是 谁也不知道 来的究竟是四个 还是更多 如果还有隐藏的气息 强者超过四人 赵放就只能躲进出石宇宙了 哪里走 下雨冰见赵放要走 娇和一声 就想阻拦 别碍事 赵放随手一掌拍出 古神思天 砰 下雨冰直接被拍飞 毫无抵挡之力 扑 身形纵略到退出术里的下雨冰 翘连掌中 喷出一口鲜血 眼眸中涌出一丝震惊 他无法相信 同为六星祖神的自己 竟被一个人类轻易拍飞 如果刚下那一击 是准备杀我的话 我能挡下来吗 下雨冰面色沉重的摇了摇头 这家伙到底是谁 可恶 下雨冰咬牙切齿 他先前的重心 一直在邪龙身上 毕竟 邪龙的实力 是有目共睹 但赵放的横空出击 却让他意识到 这个被邪龙尊奉为公子的家伙 似乎并没表面看上去的那么简单 登登登贴的 落地后的下雨冰 勉强稳住身形 盯着赵放离去的背影 犹豫了片刻 最终没有追击 他刚才那一掌 应该是警告 讲到自己堂堂万龙朝天才 在龙族圣地登龙台内 竟被一个人类威胁 下雨冰就觉得全身不舒服 气都不打一出来 该死的家伙 我不会放过你的 我一定会抓住你的 一定 下雨冰席地盘坐 取出一些神物疗伤 片刻后 轰轰轰波浪浮波浪浮 四股如汗海斑磅薄气息 骤然降临 刷刷刷刷 四道身影 出现在下雨冰的四集 这四道身影 浑身都弥漫着浓郁的光芒 看不清念容 但散发的气息 都极为的恐怖 每一道 都比青龙要强上不少 雨冰 四道身影中 有一人开口 见过九格老 下雨冰睁开眼 向那名周身 溢散着浓郁火焰 几乎将此地空间 轰烤得扭曲变形的 光影公身一礼 见过十格老 十一格老 十二格老 下雨冰一一见礼 你受伤了 九格老声音平静 却蕴含着急重的威压 是那个入侵者做的 是 下雨冰没有隐瞒 你很幸运 幸运 下雨冰一头雾水 自己都被打伤了 这还叫幸运 青龙死了 九格老的一句话 让下雨冰眼瞳咒人一缩 猛的抬头看向九格老 是他 本格老感应到了雪龙的气息 他回来了 九格老没有回答 反问道 是 不过 他们先前刚分开了 下雨冰道 嗯 本格老知道了 雨冰 此地凶险 你先离开吧 否则 大战一起 连本格老都无法保证你的安全 九格老说完 便带着剩余三人 向着赵放气息残留的区域追去 顷刻间 这片山林中 再度只剩下下雨冰一人 那个家伙杀了青龙 他想干什么 有什么目的 下雨冰低着头 想不明白 该死的家伙 为什么不杀我 是瞧不起我 骄傲的下雨冰 并没有感谢赵放不杀之恩的想法 似是钻进了牛角尖 对赵放产生了恨意 九格老 我不会走 我身为未来的龙皇 面对这等大事 怎么可能躲避 下雨冰抬头 向着虚空青男 仿佛依旧在与九格老对话 既然如此 那就搏上一次 我孤身去闯祖龙一退之地 我就不信 没了他们 我会闯不过去 追得还真紧 次孙九星祖神中期强者 其中一人散发着 浓郁的火属性龙力 莫非是十二血脉中的火龙 如果真是他 那就好了 赵放亦编淘 一遍分析着目前的局势 以我如今修为 在动用初始宇宙的情况下 能轻易震杀九星祖神 不过 初始宇宙刚刚形成 其内的一切规则 都处于演化完善阶段 并非是一个完整完美宇宙 每一次动用 对初始宇宙都有一定的影响 不动用万古宇宙 凭借着摘星手 古神无双秘术 应该能抗衡八星祖神 不过 我最强的是仙术 真要惹毛我 直接一个冰河时代 送你们见祖龙去 赵放冷笑 虽然这样想 但赵放并不准备一股脑斩杀 身后四个尾巴 一旦杀了他们可以遇见整个万龙巢 会以面对最强敌人的姿态 动用各种各样的手段来对付他 到时候甚至会有五大哥老前来 这可不是他想要的局面 起码 在没救出暴龙前 赵放不会这样做 那就拖着巴 好在这个灯笼台内的世界足够大 够让你们兜圈子的 希望邪龙动作能快点 赵放喃喃自语 万龙巢 一艘披挂星河 以星辰为主才 建造出的华美战舰 缓缓驶入万龙巢 战舰控制室 一名紫发蓝裙的宫装美副端坐高位 美副面色淡漠 气息幽冷 让人望之声味 在其眉心 有着一颗六芒心点 心点深邃 为其添了几分神秘的味道 在美副的下手处 站着几名模样英俊 气息强横的配件男子 十尊 万龙巢到了 一名灰眼男子 冲着宫装美副身身衣礼 恭敬道 通知万龙巢了 美副默然问道 弟子已经通知 万龙巢的十三格老 已然列队欢迎 正等着师孙呢 那个剑壁呢 正在外面候着 很好 紫发美副站起来身 随为失去建国十三格老 一行人鱼灌而出 控制室外 站着一名被剑女子 她的脸上 无悲无喜 没有多少的神采 在看到紫发美副时 连忙上前贵服于帝 宫生道 弟子洛淫玉 建国师尊 起来吧 紫发美副声音淡漠 接下来要见的 那可是万龙巢的绝世强者 如果敢给本座 北太古星辰丢人 本座扒了你的皮 是 被见女子起身 露出一张 倾薄倾城的绝世容颜 正是洛神国女皇 洛淫玉 只是 此刻的洛淫玉 完全不负洛女皇的威严霸气 有的只是颓然麻木 说是一个人 更像是一具被操控的傀儡 第1746章建皇 万龙巢入口 一名金袍中年人 带着成千上万名龙族强者 翘首以盼 在看到从星辰铸就战舰走下的 紫发美副一行人后 金袍中年人连忙迎了上去 大笑道 哈哈 楼新军来我万龙巢 真是让我万龙巢棚必生辉啊 金军 太古星辰独有的称呼 在太古星辰中的地位 类似于万龙巢的十三格老 楼新军 主修百虎七宿 属于太古星辰四乡星辰秘典中的一种 是四乡星辰秘典中 最擅长杀伐的一群人 楼新军更是这群人中的佼佼者 别看他风情万种 在那成熟诱人的外表下 却潜藏着一颗冰冷杀戮之心 即便实力属于万龙巢十三格老 也不敢小觑 十三格老客气 本新军突然不请自来 就算十三格老拒绝我进入万龙巢 本新军也不意外 楼新军声音犹如流淌的泉水 平静而蕴含着穿透力 楼新军这是哪里话 且不说你我两家修行方式接近 单单是两大圣地蒙好的关系 你楼新军驾龄 万龙巢定是聚众欢迎 岂有聚知门外的道理 若传出去 岂不让万人笑话 我万龙巢不懂礼数 十三格老板着脸 半开玩笑纠正道 本新军也只是开个玩笑 以万龙巢之胸襟 别说是本新军 就算是与万龙巢极为不目的 太初古渊强者前来 万龙巢也会以礼相待吧 在十三格老的引领下 一行人来到万龙巢 一座华美堂皇大器的大殿中 分主次落座后 十三格老看向楼新军 开门见山 客套话就不多说了 敢问新军此来 有何要事 可是奉了新主大人旨意 新主 太初新臣之主 身份极为神秘 崇高 放眼万古宇宙 大多数是他晚辈 整个万龙巢 也只有十三格老为首的大格老 能与新主并论 其他人 在提起新主时 若没有加上大人二字 就是对太古新臣极大的藐视 若被太古新臣强者之道 一定会视为仇扣 楼新军摇了摇头 不是新主所托 只是我的一件私事 文言 十三格老心中一松 笑道 我 但不知是何等私事 值得新军亲自来一趟外龙巢 楼新军贴了眼身后 一个被建女子缓步走出 师尊 被建女子向楼新军行礼 来见过十三格老 楼新军须指十三格老 是 被建女子应了一声 转身向着十三格老身身衣礼 公声道 新军门下第九十八弟子落盈域 见过十三格老大人 十三格老咪着眼 盯着落盈域 有些疑惑不解 问道 楼新军 这是何意 万古圣寨临近 他是我最后希望 我此来 是想借助龙祖宝物 祖龙珠天剑 彻底激发我这弟子的剑皇之体 楼新军缓缓道 祖龙珠天剑 剑皇之体 十三格老微微一惊 有为楼新军之大胆而新惊 也有为眼前女子特殊血脉而吃惊 祖龙珠天剑 顾名思义 是祖龙留下的圣物 传闻 是以祖龙的逆龙凌炼制而成 风锐异常 普通九星祖神 都难挡其一剑之风 是超越祖气级别的存在 在外龙巢 那可是阵族圣物 至于剑皇之体 是一种特别稀有的体质 剑皇 飞行中一种极为恐怖的存在 战力甚至还要超过凤皇不少 是不逊色龙族的超级存在 这样的体质 丝毫不弱于龙族中 那些体内身具一丝祖龙血脉的超级天才 真没想到 楼新军居然能收到如此刀徒 真是让本阁老献煞不已啊 十三阁老颇为复杂的看了洛盈玉一眼 神情逐渐沉明 话锋逆转 不过 祖龙珠天剑 来我族圣物 别说外界 就连本阁老 也都有数十万年未曾见过了 所以 可能要让楼新军失望了 文言 楼新军微微皱眉 十三阁老 本新军也知道 这个请求有些抢人所难 不过 本新军也并非是要借走祖龙珠天剑 只要能让我这徒儿 在祖龙珠天剑剑气散发范围内修炼一月 就足够了 本新军也知道 祖龙珠天剑的剑气 亦非寻常之物 这是本新军一点补偿 反请十三阁老给个面子 说着 楼新军素白的手掌摊开 一颗鸡蛋大小的紫色星辰 自动悬浮 飘至十三阁老身前 十三阁老皱着眉头 此事于十三阁老而言 不过是举手之劳 若能成功 本新军还有仲谢 甚至还会给十三阁老一个惊喜 楼新军故作神秘道 哦 十三阁老抬头 到了他这个身份 万古宇宙内 险少能有宝物让他动心 用那些可再生的宝物 去换祖龙珠天剑的剑气温养 十三阁老就算能够办到 也不会答应赔本的买卖 可没人愿意去做 十三阁老收起紫色星辰 平静道 这件事 本阁老尽力去办 毕竟 在阁老团中 我资历修为都是最低 需要经过其他阁老们的同意 多谢十三阁老 一切就有劳了 楼新军显得极为客气 灯龙台那世界 那个家伙太狡猾了 仗着速度优势 跟我们玩起游击战 别生气 这里可是灯龙台 我龙族圣地 是我们的地盘 敢在我们地盘跟我们拼速度 这家伙根本不够看 不错 待本阁老抓住他后 定要教他如何做人 追击照放的四名阁老神念传音 声音都透着愤怒 这次主动出击 且使无潜力的一次性动用四名阁老 本以为已经足够重视对方 却还是失算了 这对于高高在上的十三阁老成员而言 简直就是天大的耻辱 也正是如此 让四人对照放 都有一种咬牙切齿的恨物 哼 他已经是瓮中之鳖 这次跑不掉的 没错 要怪就怪这家伙不知死活 闯入灯龙台 正说着 突然 一直沉默的九阁老 提表火焰轰鸣冲天 如同要炸开一般 一双琥珀大小的眸子 冷冷盯着一处 脸色难看 第1747章 祖龙珠天剑 九阁老如此大的反应 自然惹得其他三位阁老纷纷看来 当神时扩散 捕捉到照放残余气息所去方位时 十阁老 十一十二阁老的脸色 同样难看 那个位置 好像是祖剑阵风之所在 可恶的家伙 他怎么知道的 还是说 这就是他闯入我灯龙台的目的 妈的 本龙曾经就提过 灯龙台是我足圣地 英年禁外人闯入 你们不听 这下子好了 那家伙如果解封祖剑 我们万龙朝一脉 将成为万古宇宙所有势力的笑柄 三尊阁老强者脸色铁青 不用那么激动 那家伙应该是误打误撞闯入 九阁老反倒平静下来 而且 祖剑也不是他区区一个外人能解封的 相反 你若是敢踏足组建封禁范围 一定会被组建一散的剑气绞杀 听到这话 其他三尊阁老 都深以为然的点了点头 很快 三人表情就有些古怪起来 纷纷看向九阁老 九阁老 你什么时候学会的卫补先知啊 那家伙 竟真被剑气绞杀了 面对三尊阁老敬佩的目光 九阁老脸有些发烫 他哪里会卫补先知 刚才纯粹是事实求是而已 可令他没想到的是 一直被他们追杀的照放 竟真的进入组建剑气范围 瞬间被席天卷地的剑气 绞杀成碎渣 气息消散 被组建斩杀 真是便宜他了 入侵者已死 本阁老还有要事 就先走了 我也还有点事情 三尊阁老说着 一一离去 最终场上便只剩下沐浴火光 宛如一尊火焰神灵的九阁老 九阁老皱着眉头 眸光庸深 那家伙死得太蹊跷了吧 搜 九阁老消失在原地 通天塔 卧槽 刚才那什么剑气 这么屌 太恐怖了 我竟然有种毛骨悚然的感觉 讲到刚才的经历 照放依旧有些心有余悸 幸亏老子激紧 关键时候放出通天塔 躲过一劫 成功躲入通天塔的照放 气息自然会在外界消失 而通天塔 则化作一立不起眼的灰尘 落在尘埃之中 系统 刚才那是什么剑气 你押顾早点提醒我 讲坑死老子啊 照放骂道 你这不是没死吗 系统机械道 照放一脸无语 心中将系统祖宗骂了一遍 这才道 快说 那是什么剑气 祖龙珠天剑剑气 祖龙珠天剑 跟祖龙有关的东西 照放一正 朱雀来说 祖龙珠天剑 就是以祖龙的逆龙灵铸造而成 锋芒无匹 是圣物级别的存在 圣物 照放眼睛一亮 超越八阶祖气级别的宝物 就是传说中的圣物 这种东西 每一件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存在 比之八阶祖气 还要贵重无数倍 这件事 不能就这样算了 得知是祖龙珠天剑这等圣物 照放历时就新养了 如此宝物 自然得握在自己手中 才算稳妥 系统 你若助我得到祖龙珠天剑 刚才你查而不报的事情 本宿主可以原谅你 你不原谅我又如何 我说你这个系统 怎么那么轴 这好处如果让别人得了去 对你有什么益处 系统沉默 许久 缓缓到祖龙珠天剑 是祖龙留下魔力龙族后背 非龙族之身 一旦进身 就会被剑气绞杀成渣 凭你现在的肉身 大概能握剑两秒 三秒后 肉身就会立即崩碎 照放心中大精 不灭金身第八层太出圣体大成的自己 肉身防御方面 堪称祖神尽无敌 如此强横的肉身 居然只能在祖龙珠天剑手中撑两秒 这怎么可能 照放无法相信 同时 对祖龙珠天剑的威力 也产生极深的忌惮 别不信 那可是祖龙逆龙民所炼制出的圣物 是这片万古宇宙最顶尖的宝物 系统仿佛猜到照放想法 平静到 剑体蕴含着祖龙意志 你非龙族得到此剑的概率 很小 很小 连系统都这么说了 照放就算再不甘心 又能如何 看来我是没机会了 不过 凭系统你的手段 对付区区祖龙珠天剑 还不是守到勤来 呵呵 系统不治可否的冷笑一生 你真不愿意帮我 照放目光微妮 350亿致遵臂 本系统可镇压祖龙珠天剑剑气三分钟 三分钟内 你若无法降服祖龙珠天剑 便算是失败 不可再想 350亿致遵臂 照放嘴角一抽 这可是自己的全部身家 故意的 系统绝逼是算计好的 这是要把自己坑得倾家荡产的节奏 350亿致遵臂 只换到三分钟镇压时间 还不是一定能收服那种 一旦失败 350亿致遵臂 可就要打水漂了 照放有些犹豫 留给宿主考虑的时间不多了 一旦等到剑气外泄 无死角攻击下来 通天塔也会被波及 届时 通天塔也互不住宿主周全 系统天一把火道 轰轰轰踢的 次是为了响应系统的话 通天塔外 传出轰轰被敲打的巨像 整个通天塔内的空间 极具扭曲 您有被撕裂震碎的迹象 卧槽 这是你算计好的吧 照放大骂 同时也有些吃惊 通过这段时间的了解 照放发现 系统好像觉醒了某些属性 在一些方面 就像是一个老怪物 350亿换三分钟 时间太少了 我要十分钟 没得商量 七分钟 照放刚说完 通天塔震颤的更加剧烈 照放甚至能感觉到 一道道无比锋锐的剑气 正透过通天塔 人员不断灌了进来 妈的 三分钟就三分钟 照放咬牙 彻底的没脾气 几乎就在他化落的同时 外面瞬间安静下来 一切像是瞬间恢复了平静 照放心中暗骂 整个人出了通天塔 向着祖龙珠天剑位置掠去 自己只有三分钟 每耽搁一秒 就是极大的浪费 第1748张倒霉的火龙 一秒后 照放出现在祖龙珠天剑前 因为系统的镇压 使得前行的照放 几乎没有遇到任何剑气 畅通无阻 不过 在看到祖龙珠天剑时 照放整个人都惊了 那是一柄直冲天际的扩建 说是剑 但仔细一看 却是一头威严万千 浑身充斥着高贵风锐气息的真龙 这头龙 异常强大 仅仅对视一眼 就让照放打起退堂鼓 有种转身就逃的感觉 嗯 人类 一道灰红霸气的声音响起 区区人类 居然能来到这里 有些意思 可是祖龙前辈 点 对于传说中的存在 照放也显得格外恭敬 是本圣 祖龙声音淡然 你来到这里 可是为了接受诸天剑传承 面对祖龙那对破人眼眸 照放一时目光炯炯 毫不掩饰 是 成我之音 但我之果 若能接下这一剑 你便是诸天剑心的主人 不容照放拒绝 也不给照放准备时间 皆哄化落的同时 一道无法言喻的剑光 从天而降 瞬间披中照放 照放整个人 如同被雷劈了一样 耳边有无数龙云乍响 似是把他整个人都被炸猛了 直直站那里 眼神木呢 照放表面 零有出现丝毫伤痕 就好像那一剑 未伤其分毫 但他的使海 却出现前所未有的大动荡 一头通天彻地的神龙 在照放时海横冲直撞 欲要正面抹杀他的神石 双方力量差距太大 照放根本无法抵挡 节节败退 眼看着整个石海就要湮灭 一块三人高的石碑 悄无声息出现 碑体有无数神秘符纹流转 在察觉到照放时海危机后 自行悬浮半空 瞬间化作一块数千丈的巨碑 古戒镇天碑 祖龙惊呼 声音透着一丝凝重 他居然在你石海 石也 命也 古戒镇天碑镇压祖龙 祖龙无法肆虐 此时知晓将要面临的命运 祖龙叹息一声 那恐怖的剑气 瞬间湮灭通天彻底的祖龙 也化作一柄双掌宽的两米大剑 祖龙珠天剑 第一 恭喜玩家 降服圣物祖龙珠天剑 获得迅龙高手称号 奖励一亿点经验值 因果珠 成功了 木然的照放 眼中缓缓恢复神采 有些惊恶 他万万没想到 关键时刻顶上的 竟然是被他几乎遗忘掉的古戒镇天碑 这碑有点牛啊 居然连圣物祖龙珠天剑都能镇压 照放第一次发现 自己小觑了古戒镇天碑 或者说 没看出它的真正价值 古戒镇天碑 好好研究研究 话说起来 祖龙珠天剑 就这样被降服了 照放依旧觉得有些不真实 实在太平静 太顺利 与祖龙珠天剑圣物的身份 严重不服 出来 照放皱着眉头 低鹤一声 翁踢个 虚空犹如一道保纸 被一柄利刃切开 一柄宽大长剑 出现在照放掌中 剑分两面 一面刻着一头气吞万劫霸道金龙 神韵酷似方才的祖龙 另一面 则是刻满日月星辰花草虫鸟 整把剑 厚重而古朴 单以面向来看 就像是一把很普通的大剑 可稍稍挥动 便会有数千丈的剑气迸发 而这些剑气 并非照放以神力催动 而是剑身挥动时 自行产生的剑气 哈哈 听得真的成功了 照放这才反应过来 脸上露出一丝狂喜 也难怪他会有如此反应 这可是以祖龙的逆龙凝炼之初的圣剑 其锋芒之圣 连太出圣体 都无称池三秒 若是用来对比 绝对能够横扫一大片 哈哈 赚到了 赚到了 照放斧剑大笑 几乎在祖龙珠天剑被收服的同时 祖龙珠天剑自行散发出的那股凛然冲销 可斩破日月苍穹的恐怖剑气 一跟着削散 剑气削散 普通祖神 或许感知不清楚 即便感知到 也不明白 削散意味着什么 只有万龙朝最顶尖的五人 在第一时间察觉后 纷纷面色俱变 祖剑的气息消失了 莫非 是有人收服了祖剑 如今灯龙台开启 有无数龙族天才涌入 莫非是夏宇冰 不对 宇冰那孩子虽身怀一丝祖龙血脉 可剑气纵横 风锐无匹 他无法靠近 何谈降服 到底是谁 十三个老中最强的五人 基本上都在枯作闭关 对于万龙朝发生的事情 他们很诗漠然 无动于衷 唯有祖剑气息消失 五人全部被惊动 齐齐睁开双眼 懒懒自语间 身形消失在各自动天服地内 那是祖剑 被那家伙收服了 这怎么可能 老祖怎么会选择他 在赵放正在挥剑感受祖龙珠天剑手感之时 不远处的虚空 一道火红色身影 瞪着双眼 满脸的震惊与不甘 这道身影 正是十三格老中的九格老 在感应到赵放气息消失时 追杀赵放的四名格老 当即走了三个 只有九格老觉得有些古怪 便准备进前一关 不曾想 近看到赵放收服祖龙珠天剑的一幕 他一个外人 不可能收服祖剑 一定是动用了某种宝物 克制住祖剑的力量 一定是这样 九格老心中嘶吼 他宁死也不愿意相信 堂堂龙族至宝 会选择一个人类 因为太过激动 导致原本藏身及隐蔽的他 微微散出一丝气息 嗯 赵放察觉到了 偏向九格老所藏身的虚空 糟糕 被发现了 逃 九格老面色俱变 连迎战的想法都没有 直接救逃 这家伙未曾降服祖剑时 就能斩杀青龙 如今拥有祖剑 实力更加恐怖 除非是五大格老 其他人 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九格老看得非常清楚 但是 他犯了一个错误 一个足以让他致命的错误 九格老散发出了气息 火龙 赵放嘴角露出一丝笑意 看来 我的运气不错 另外三个格老不在 那就拿你来试试祖龙剑的锋芒 第1749章五大格老旗帜 翁踢了 随手一展 空间震荡 瞬间被切割出一道祖有数千丈长的裂缝 恐怖的剑气激荡之际 不及到九格老 九格老提表的火焰 瞬间被剑气绞杀大半 你得到我龙族至宝 算是老祖认同之人 莫非想持此剑 对老祖后人动手 你于心和安 九格老怒吼 呵呵 你们龙族已多欺少 四人追杀我的时候 怎么没想到这点 说起来 我能得到祖龙诛天剑 也是你们四人的功劳啊 听到这话 九格老差点气的喷血 转念一想 事实的确如此 若非自己四人苦苦紧逼 被缅得东逃西窜的照放 根本不会来到这里 更不会得到上天眷顾 收服祖龙剑 念愿啊 贼老天 你不开眼啊 九格老心中怒吼 便问到了极点 表面上 却是一副服软友好的姿态 先前我们四人追你 只想找你了解真相 并非对你大下杀手 如今 你降伏祖剑 时老祖传人 更是我龙族贵客 秦龙冒犯了你 杀也就杀了 龙族绝对不会追究 看着九格老一脸的义正言辞 照放笑了 不管你如何说 都改变不了你等四人追杀我的事实 这件事 可对我又小心灵造成难以想象的损伤 若想要活命 也可 交出火龙血脉 我饶你一命 文言 九格老脸色巨变 血脉流失 虽说不会致死 可对他来说 也是一个不小的损耗 没有千万年 是很难恢复 当然 若有一些恢复类的圣物 也能加速血脉恢复时间 如果你不给的话 那我只要亲手去取了 照放羊了羊手中的祖龙剑 九格老历史就像是 活吞了一万只苍蝇般 脸色异常的难看 我给 这一句话 宛如从牙缝挤出 终满不甘 如今 时势破人 强横如九格老 也不得不低头 因他从照放方才那一见中 感受到了危机 如果真让对方来取 自己绝对美好下场 我给你血脉后 你要保证 不得再对我动手 九格老望着照放 这是自然 照放笑了起来 不杀九格老 并非他心慈手软 而是在关键时刻 想到降服祖剑后 系统奖励的因果珠 以及祖龙出手时的 那句称我之音 丹我之果 不管照放成不承认 在得到祖龙诸天剑后 他便与祖龙 乃至于整个万龙朝 结下了因果 万龙朝捉拿暴龙是音 自己杀了苍龙 应龙 青龙等人是果 九格老四人追杀照放是音 照放得到祖龙诸天剑 十七人 也是果 此刻 九格老被照放写破 同样也是果 因果循环 报应不爽 双方之间的因果 已经密切的纠缠在了一起 得了万龙朝的圣物 又要杀祖龙的后人 多少有些说不过去 所以 九格老愿意交出血脉恕罪 照放一可高抬贵手放他一马 这是火龙血脉 九格老脸色发白 好像抽取血脉 对他自身造成极严重的后果般 整个人气息瞬间减弱大半 指着身前火焰光团 有气无力道 过来 照放虚手一招 火焰光团自行腾空 向着照放飞掠而去 眼看着就要被照放抓住 轰隆隆梯的 这片世界的空间 突然发出一道道沉闷的轰响 随即 五道一场恐怖强悍的气息 自思念八方而来 狂霸的力量 瞬间冲涩全场 压得这片空间似都要低伏下来 有崩塌碎裂之趋势 空 空 空 驱空乍响 直入人心 五道乍响之后 五道强横身影 凭空浮现 气息张扬恐怖 已然超越了祖神的范畴 五大格老 九格老在感受到 五道气息的同时 发白的脸上 涌出一丝无法抑制的惊喜 九格老 一道身穿灰色长袍的中年人 声音淡渺问道 你怎么在这里 鬼五格老 登龙台守护者青龙被杀 我带着十格老 十一十二前来追缴凶手 五人的到来 刺事给了九格老一丝希望 他连忙说道 凶手 鬼袍中年人望向照放 目光历时停留在他手中的 祖龙珠天剑上 是你降服的祖剑 灰袍中年人眼眸幽冷 如看死人搬盯着赵放 一身超越祖神的气息 毫不掩饰地向着赵放压迫而去 赵放刚收起火龙血脉 便感觉到灰袍中年人 那些天卷地恐怖气息 眼眸微冷 你们就是万龙潮中 超越祖神存在的五大格老 赵放没有回答灰袍中年人 反问道 未见五大格老时 赵放就在心想 五大格老这种活了一万年的老古董 肯然都是一群牙都掉光的老家伙 可出乎他预料的是 五大格老四都是非常注重外表 一个比一个英俊神用 那超然气息 灼然的风度 完全可以组成万龙潮的偶像天团了 放肆 灰袍中年人当即大怒 气息变得越发恐怖 赵放也发觉 超绝祖神的存在 的确非同寻常 若是寻常九星祖神 面对灰袍中年人这股气息 恐怕早已被碾压得毫无反手之力了 赵放却神色如常 因为 祖剑替他挡去所有攻击 看到这一幕 灰袍中年人眼眸更加幽冷 祖剑 万龙潮圣物 本应是庇护万龙潮的戾气 如今 却被一个人类掌控 而那个人类 还站在万龙潮的对立面 不得不说 这真是一个极大的讽刺 以及对万龙潮诸强无能的嘲讽 放下祖剑 你杀青龙之事 我可以不追究 另外 万龙潮可以给你一个承诺 一个力所能及的承诺 又一人开口 大阁老 五阁老有着震惊 面对错恶的望着说话之人 那是一个身穿黑袍 身材伟岸 眸光如电 浑身溢散着恐怖黑色气息的男子 只要你放下祖剑 不但会成为我万龙潮的朋友 若是需要什么宝物 我万龙潮也能一一奉上 大阁老平静道 我凭能力得到祖剑 你说放下就放下 赵放自然不会放弃到手的宝物 第1750章一剑出 万龙俯首 依你的实力 就算加上祖龙剑 也无法与整个万龙潮抗衡 持去的 大阁老声音一如既往的沉稳冰冷 但赵放没兴趣听下去了 祖剑选择我 这是天意 你若不甘 去找祖龙 若想夺剑 那就来战 说完 照放平静眼眸 骤然涌出一抹灵力 祖龙诸天剑瞬间出窍 刹那间 龙吟震天 万象孙然 五大哥老神情冰冷 一方面 是因为祖剑被外人掌控 他们身为祖龙后人 被敢耻辱 另一方面 使祖龙剑散发的气息 让五人都生出一种危险的感觉 祖龙剑若掌握在我龙族手中 则是一把无往不利的神剑 可一旦握在敌人手中 对于整个龙族而言 将是一场致命性的灾难 也正是如此 五大哥老都想照放能放弃祖剑 尽管他们知道 这种希望很渺茫 平心而论 若自己处在照放位置 他们也不会这么轻易放弃祖剑 不过 祖龙诸天剑乃龙族圣物 对龙族意义很大 龙族肯定不会让照放带走 既然你想战 那便来吧 归袍三格老跨前一步 默然道 本格老道要看看 你区区一个外人 能把祖龙剑掌控到什么程度 斩 照放眼眸灵力 没有丝毫废话 剑出鞘 率先斩向灰袍三格老 这灰袍三格老虽然一直啰啰嗦嗦嗦 废话说个不停 但实力的确很强 从系统探测信息来看 灰袍三格老 拥有着一心踏天巅峰的实力 这种实力 一掌都能拍死寻常九星祖神 一场恐怖 没用的实力的差距 就算是手拿祖龙剑 也无法弥补 受死吧 归袍三格老争鸣大笑 手握灰袍大枪 强出 虚空阵列 被轰出一个深不见底的枪洞 灰袍大枪散发的气息 与祖龙剑轰然碰撞在一起 轰隆隆踢的 归袍大枪直接被压制 祖龙剑的剑气肆虐 宛如一头无法压制的狂龙 睡袭逼近灰袍三格老 等 归袍三格老横枪于胸前 斩在枪身之上 那足以能让无数神山瞬间 爆成飞灰的恐怖杀伤力 将灰袍三格老瞬间 击飞出数千丈 灵力的剑气 撕碎他的衣袍 让原本尊严万千的灰袍三格老 变得十分的狼狈 三格老 次格老 五格老脸色微变 面带民众的看了眼照放 祖剑对我龙族克制极大 否则 区区一个六星祖神 如何能击退他天境界的三格老 绝不能让此物落入外人之手 说着 两人同时出手 灵力的杀鸡 瞬间将赵放猛罩 结果不出意外 连一心踏天巅峰的三格老 都挡不住组剑一击 四格老五格老虽然联手 但也只是比三格老略强一些 最终依旧不敌 双双败退 果然不愧是他天境的存在 就算被组剑击退 也只是落入下风 我想斩杀 却是极为艰难 赵放横剑于身前 眼眸冷冽 你的实力还算不错 可惜 不是我龙族之人 不配执掌此剑 最后一次 放下祖剑 或可让你离开 大哥老默然开口 即便三四五格老败退 他也没有流露出任何的表情 一如既往的淡漠 你有什么时候说我 照放摇头 你是祖龙后裔 那又如何 还不是同样不被祖龙认可 让这把祖龙剑 平白闲置了无数年 如今 他选择我 乃是天定 你想阻拦 那得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 文言 大哥老眼眸忧冷 狂妄 淡淡吐出一个字后 大哥老出手 只是一直点向赵放 没有任何凶悍的攻击波动 但在他出手的瞬间 赵放却本能地感觉到 无法言喻的大危机 滚 赵放眼眸倒数 亲尽全力 斩出一剑 剑出 龙银震天 无数条真龙伴随剑光而出 如同虔诚的陈子 在攻凝他们的王一般 无数真龙分立两侧 在道道龙银声中 欢呼迎接着那一道璀璨到极致的光芒 这是 大哥老脸色微变 祖龙剑气 这并非赵放的力量 乃是赵放摧发出祖龙封印剑体本身的力量 这股力量 极端的强横 更要命的是 大哥老这种隶属祖龙后裔的龙族 对于祖龙的力量 有一种无法反抗的憋屈感 就像是被严重克制住一般 剑气呼啸而来 他那藏在虚空中的杀招 瞬间被破解 十数个井口大小的白环 被逼出虚空 彻底暴露在外 剑气撞在白环上 发出叮叮当当的脆响 顶空环 其他四位格老剑状 不由微微一惊 顶空环是大哥老成民族器 一环扣一环 一旦施展开来 对手绝对非死即伤 在大哥老既往战绩上 从来没有顶空环无功而返的例子 今日是第一次 你居然能催动祖龙剑气 大哥老盯着照放 神情有些复杂 祖龙剑气 可不是什么人都能催动的 哪怕历届掌控祖龙剑的超级天才们 能催动祖龙剑气之人 也是寥寥无几 只有被祖龙真正认可的人 才能催动祖龙剑气 若是以往 龙族出现这种天才 大哥老绝对会兴奋的 不能自持 但这次 这种天才 并非龙族族人 而是人类 这让大哥老感受到极大的危机 我早就说过 是祖龙诸天剑选择的我 你们与我抗衡 就是与祖龙抗衡 你们这群老家伙 难道想弃尸灭祖吗 照放声音冰冷 弃尸灭祖 这四个字 宛如万古宇宙般 重重砸在五人心头 让五人脸色都不太好看 此剑是我龙族至宝 必须收回 你若放弃祖龙剑 一切都还好商量 否则 归袍三阁老捂着胸口的剑伤 声音低沉道 照放挑眉 你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 既然如此 那就只能把你们统统斩杀了 正说着 秋休 静风呼啸 破空声传来 树道身影 正向着照放一群人赶来 照放原本只是随意一瞥 可当看到其中一人时 他脸色历时变了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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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